5月22號 余文生律師的妻子許燕 向新唐人記者透露了目前的處境 許燕說 不清楚這夥人會上崗到什麼時候 許燕呼籲國際社會關注余文生案件 督促中共政府立即對余文生案件依法做出判決 儘快無罪釋放余文生 不能不人道地無信任的無信任 許燕呼籲國際社會關注余文生案件 督促中共政府立即對余文生案件依法做出判決 儘快無罪釋放余文生 不能不人道地無信任的無信任 限期拖延 余文生因代理法輪功學員案件 及709王全章律師的案件 2018年1月被北京警方抓捕 從此以後 家人朋友甚至律師都無法見到他 同年4月 余文生被江蘇警方以所謂的 煽動顛覆國家政權罪批捕 去年5月 余文生案秘密開庭 至今沒有宣判 兩年多來 許燕為丈夫四處奔走呼籲 多次被警方傳喚審訊 羈押並遭虐待 許燕曾與多位駐華大使會面 請求他們幫助余文生獲得自由 他們表示將持續關注此案 新唐人記者雄斌李韻 舒燦採訪報導 及紀律師的努力 唯大使用 余文生 趁揚押並遭虐待